Let's Marvin Gaye and get it on Hello大家好 我是Vaya 好久不见 我剪头发了 其实我剪头发有一段了 然后刚开始剪的时候 就有这么长 现在都已经长长了 我今天刚修的刘海 这样看起来好像 显得年龄更小了一点 还是显得更成熟了一点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是 讲一下20岁大学本科期间 我结婚是什么体验 我上一期视频 发了一个我结婚当天的视频 然后就收到了很多 小伙伴的祝福 在这里谢谢大家 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觉得我结婚太早了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么早结婚是什么体验 然后顺便回答一下 评论里的一些问题 我先澄清一件事 就是有人猜测 我是因为怀孕了才结婚 其实没有了 我结婚之前跟别人说 我要结婚了 有很多人就猜我是不是怀孕了 因为现在主要我年龄太小了 然后别人就觉得 那么早结婚肯定是怀孕了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都是 先怀孕再结婚的 不过 我没有怀孕了 有人说我现在领得到证吗 国家规定 女生满20岁就可以领结婚证了 然后我是98年的人 今年18年8月份领的结婚证 已经满了20岁是可以领结婚证的 我领证的时候 就是我本来我们想好了一个日子 然后说要七夕情人 七夕情人节那天结婚 然后我爸说 七夕情人节那不是牛郎之女 那不是牛郎之女的日子吗 然后他们俩一年才见一次面 那个日子能好吗 然后我跟我老公 我们俩想了一下 确实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就随便调个日子结婚了 还有人问我的婚礼预算是多少 我不知道你说的婚礼预算都包括哪些 然后我现在说一下我的婚礼策划 跟拍摄影主持人 这四项加一起是两万多块钱 两万五千块钱 好像是 然后算化妆加一起 反正就不到三万块钱嘛 我找的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 就性价比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钱 还都要花父母的钱 所以就 不想花那么多钱去结婚 然后又觉得 婚礼就一辈子就这一次嘛 然后又想搞得精致一点 然后我就找了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然后就这样也算是 不留遗憾了吧 办了一场小而温馨的婚礼 然后有人问我 策划和摄影是哪家的 就是我们这本地的 就在郑州的 也不是很有名的那种 不过做的还可以 如果你也是郑州的小伙伴 然后你结婚 想要用他们家的话 你可以私信我 然后我就把他们联系方式发给你 然后评论也对我有质疑声 还有说他们周围 结了婚的 就很多早结婚了 都后悔了 都离婚了 就婆婆把他们逼疯了 什么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 不管你多大年龄结婚 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除非等你六十岁 退休了 你结婚没有公公婆婆 然后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 不是你结婚的这个年龄 而是你找的这个人怎么样 你公公婆婆怎么样 还有他的家庭 他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 然后老公对你好不好 能不能给你安全感 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些 现在进入正题 我二十岁大学本科期间 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在讲这些之前 我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我的情况 我九八年出生的 订婚 17年订婚 订婚的时候我十九岁 18年结婚 结婚的时候我二十岁 今年一九年了 到四月份我就二十一岁了 我老公九五年的 结婚的时候是二十三岁 今年六月份他就二十四岁了 还是有点年轻 我们俩一五年就在一起了 然后在一起两年订婚 三年结婚 就到了现在 我老公已经工作两年了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第二年 然后我公婆婆又给他买了车 好像更早之前就已经给他买了房 所以说我公婆婆婆 把房子啊车子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老公也工作两年了 然后我公婆婆也很喜欢我 我爸妈妈也很喜欢我老公 然后我公婆婆就提出 就想让我们结婚嘛 早日成为一家人 然后我爸妈就是尊重我的想法 看我是要结婚 还是想不结婚 他们都看我的意见 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我爸妈妈很喜欢我老公 然后我们就也是挺早就见了父母的 其实我们本来没有打算 那么早见父母 我当时是意外 然后我公公和朵进医院了 然后我公婆见我没多久 他就想让我老公去见 就来我们家见我爸妈妈 然后当时我爸妈听说我谈恋爱了 然后就觉得我刚上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了 而且不是我们学校的 然后就觉得 嗯 反正就觉得不是很好吗 然后后来我老公就来了 我爸妈见了他之后就还挺满意的 觉得我老公长得还可以 看起来也很老实那种 也算默认同意同意了嘛 然后再后来我公婆婆就想要见一下我爸妈 然后他们就见面了 然后那家人见面觉得就是一家人 我公公有提出要订婚 但是我爸妈就觉得 还是不应该那么早 然后就没有同意 嗯 到17年的时候 我们俩就 17年冬天我们订婚了 因为计划了 想说是在18年结婚嘛 然后17年冬天我们就订婚了 然后18年 暑假的时候 就来商量结婚的事情 然后就订到了18年冬天结婚 然后我们就18年冬天结婚了 就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就这样结婚了 虽然我还在上学吧 但是我们两家都觉得没有关系 我该上学上学 然后该结婚结婚 然后就讲一下我有什么体验 其实我结婚前跟结婚后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觉得真正改变你生活的 不是结婚 而是你有了孩子之后 有了孩子呢 就是关你是精神方面 还是经济方面都会有更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这两年也没有计划要宝宝 我公公婆婆 你这两年也不太支持我们生宝宝 因为我还在上学 就怕影响我学习嘛 然后我现在是大三就有考研的计划 我爸妈妈公公婆婆 还有我老公都是很支持我考研的 自己的计划就是考个离家近一点的 然后能经常就能每天回家的那种 然后也可能会在研究生期间 再生个宝宝 然后等工作的时候 就是已婚已育了也还挺好的 反正走一步 看一步吧 然后如果考不上的话 我就先工作嘛 然后再考一个在职研究生之类的 不过先尽自己最大努力先考研嘛 再然后就是跟我公公婆婆相处 其实我公公婆婆人都很好的 其实我自认为我们两家家庭条件 还有我们就是个人的条件 就是俩都差不多这种 然后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觉得 我应该能找一个比她条件好的 但是我选择了她 我公公婆就让我老公一定要对我好 我现在在学校上课是 基本上情况就是 我一直回我妈妈家一回 一直回我婆婆哪 然后就两边跑嘛 平时上课的时间我都是在学校住的 就还跟之前恋爱的时候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一下 我跟婆婆如何相处 我婆婆也是那种 比较爱买化妆品 买衣服买包那种人 然后我们俩也在一起 会说一些化妆品 然后我出去旅游 会帮她带 然后比如那些便宜的东西 像口红什么东西 我直接给她买了 当然她每次都非要给我钱 但是我这些肯定是不好意思要的 然后我帮她带一些护肤品 护肤品都是比较贵一点的了 然后我现在又没有挣什么钱 所以她给我钱我就会借着 或者等我以后赚钱了 我就再可以帮她买东西 然后我婆婆也是经常给我买东西的 就我婆婆眼光也挺好的 挑衣服什么的都挑挺好看的 然后她有时候去买衣服的时候 就直接就帮我买了 然后后来就让我试一试 我婆婆心态也是很年轻的那种 我觉得无论跟任何人 就是都是相互的吧 你对她好 她就会对你好 我在我公公婆婆面前就是 很文静的那种 然后我公婆都觉得我脾气很好 然后她们对我也很好 反正我婆婆就把我当女儿一样看 从来不让我做饭 不让我做家务 不让我刷碗 就是我吃完饭 只要我断气完想要去刷碗 然后我婆婆就会马上阻止我 就不让我干活 每次我老公在我婆婆面前 就跟开玩笑似的 然后说让我去打扫卫生 让我去干啥 然后我婆婆都会说她 在家里爸妈妈还不舍得 来这儿是让你使唤的吗 然后我婆婆就会这样说 我老公还有两个妹妹 然后两个妹妹也很好 就对我很好 她大妹妹上初中 但是就感觉还挺成熟的 就对我也是很好的那种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我拎个重东西 然后我妹妹就 就说我来吧 对我这么好 我也就很感动这种 然后有很多人觉得我 年龄太小了 思想不成熟 就结婚了 然后就还没有完成社会化 还在学校就结婚了 我觉得这种事没有对错 只是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已 我并不是说很鼓励大家早结婚啊什么的 我觉得是你20岁结婚 我不会觉得你有很早 然后你三四十岁结婚 我也不会觉得你结婚很晚这种 我觉得结婚这种事 就是遇到一个对的人才会要去结婚 不能说为了结婚而结婚 就在你是三十岁 如果你没有碰到 你打算要跟他过一辈子的那个人 也还是不要结婚了 然后对于20岁结婚 经济问题的话 因为我老公就已经工作了嘛 然后他会就是给我生活费 然后我爸妈妈公公婆婆都会帮助我一些 其实就跟没有结婚是一样的 我们家不像评论里说的那样 我们有钱什么的 其实也就是一般的家庭吧 就是没有什么大钱 但是也能养得起我 就是一个上学的我 然后就是再说一下我老公 其实我老公对我确实还是很好的 就从我们刚开始在一起 包括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我老公就一直对我很好 让我很有安全感 然后我公公包括对我也很好 然后我们两家人又觉得很有缘分 就很像一家人那种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缘分到了吧 就签得了结婚 然后评论里有小伙伴跟我说 他恐婚啊恐爱啊 就是态度有点消极吧 然后说现在幸福 以后不一定幸福啊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总是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两个人肯定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婚姻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你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 你要学习啊 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啊 你有朋友 你有你还有各种事情 婚姻只能说是你人生中美好的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结婚是锦上添花 也不是雪中送炭的这种 我觉得两个人心态都要都要好 论怎样都是要积极面对生活的 无论你是单身也好 是是恋爱中也好 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好 都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这样生活也可以积极的去面对你嘛 反正我就是这种人 我是很乐观的 也有人担心评论里说的会不会让我生气 会不会让我难过 其实我我他们说这些我是一点都不难过的 因为如果我觉得你说的对 不应该这么早结婚 然后我认为你说的对 然后我后悔了 我我才会难过 然后你你说我不应该这么早结婚 然后你说我不成熟 你说我还没有搞清人生是什么 就结婚了 什么的 说我会后悔的 这种我是不会生气的 我就会当个没有看到一样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然后不认可你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不会生气 然后就只是看一看 总之 反正我说的乱七八糟的 没有什么条理 就是对着相机即兴发挥吧 就你们就随便听听吧 20岁大学期间结婚的体验 就是跟结婚前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还是一个学生 我还是我 我老公还是我老公 我爸妈妈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然后我结婚只是又多了一个 又多了两个妹妹 多了一对父母 对我好 我们两家人变成一家人 就不要把结婚想的那么糟糕 又不要觉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 你公公婆婆会对你不好呀 或者怎么样 这些都是相互的 你对她好 他们就会对你好 而且你结婚之前肯定也是要考虑这些的 你看看你的婆婆 公公婆婆是不是跟你能和得来 虽然说你嫁的人是嫁给你老公 不是嫁给你公公婆婆了 但是毕竟你们还要相处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些还是挺重要的 一定要认真考虑清楚 你老公到底值不值得你跟他过一辈子 然后你要看看你老公你们俩是不是很适合结婚 然后你公公婆婆你们是不是能够相处到一起 然后你能不能接受你公公婆婆一些什么缺点呀 就能保证你结婚之后家庭和睦 一切都很好 我觉得这些就可以 反正我现在是 我自认为我生活的是很幸福了 我自己有一个哥哥 我哥哥对我也是很好 就是我爸妈妈还有我哥哥 对我都跟以前一样甚至更好了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我 我已经结婚了 然后以后可能会在家 时间不多了 我现在是因为还在上学 所以能每周回来 然后以后等我工作了 然后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回来了 然后我爸妈现在都也都很珍惜我 反正我结婚之前也有也有想过 我离我爸妈远了 我以后就是要到别人家了什么的 那种感觉现在是没有 反正我现在觉得结婚了也还挺开心的 总而言之我的体验就是很幸福 虽然早结婚了 虽然我还在上学 虽然跟同样人都不一样 虽然有很少有人像我一样 20岁大学期间就结婚了 但是我反正我现在是不后悔了 我领证已经有半年了 觉得过得还挺好的 那我以后也会持续更新 我和我的老公 其实我在刚发视频的时候 我是立志要做一个美妆博主的 没想到我是结婚的视频 火了 然后就拍了这个视频 以后会分享美妆 穿搭护肤 还有男朋友 现在不是男朋友是老公 然后就持续更新我的生活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些 说的反正那些霸道的嘛 大家要给我投币 点赞 发弹幕 发评论 然后关注我 就是这些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